接下来杨丽心 吃活了 吃活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还活着吧 我活着活着 你活得好好的 死的是别人 那就好 我就不管别人死活了 和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元元呢 元元 元元 你让坏人吓着了吧 坏人没把我吓着 您倒把我吓着了 那你们俩都没事 我就放心了 嗨 贾之光 那 谁都问到了 你怎么就不问我呀 你怎么就不担心我呀 我强 你对我是什么感情 你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上了 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吗 你 我不是早以为您 装坏人家了吗 杨丽心和宋丹丹的 这个配合 咱们看完了以后觉得堪称完美 是吧 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宋丹丹拍摄的时候啊 这是老笑场 我现在就 尽量的 呸 没来眼去的 忘词了 各大商场都在开展 金刚 金刚沙盘 有奖 收费 妈主持 您好 听了这个假之池 感大了 上游小 下游老 但这也不能怪他啊 就是得怪这剧本 确实是很成功 你说这么好笑的剧本 他能不乐吗 但这剧本谁写的啊 这么有意思 说出来大伙可能都不敢相信 就是相声虎口脱险的编剧 相声虎口脱险呢 稍微年龄长一点的人都知道 是吧 这是一个快智人口的相声作品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上边可乱了 这个好 来人啊 快救人啊 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还有人给我打气 哎 哥们儿 挺住 我已经什么 挺住 这是什么地方 我挺得住吗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你们下来挺我看看 但是呢 其实梁佐并不是专门 创作相声的 他之前一直是影视的编剧 要说梁佐这个编剧啊 太大牌了 在我爱我家资金窘迫的 这种情况下 他的工资 甚至要高过 大咖各优 就那么高 咱们今天回头看看 我爱我家之所以能够成功 除了好的演员的价值以外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接地戏的这种台词 你比如说 在103集里边 这个傅明老人 爷爷 就劝着治国 说 胡说嘛 我 你 治国 我们三个人 这钱加起来 有一千多块呢 什么样的锅揭不开啊 爸 您也忒不了解外面行情了吧 一千块钱也算钱呢 也兼够吃顿捣点的 去 嗯 能打街上都没人捡 你 不说 嗯 一千多块钱 能打街上都没人捡 哎 我就捡 嗯 我就捡了 那我捡了也是还给人家施主嘛 嗯 可平啊 嗯 我看你最近一阶段 你思想不大对头啊 嗯 思想对 钱不对 钱不对头 思想也不对头 思想对 钱不对 嗯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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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长大了 给你们挣大钱 让你们天天吃香的喝辣子 哎 还是我不要去孝顺我 嗯 就是我等不到那天 哎 哈哈 可平啊 哎 不要那么悲观嘛 好 我比你大那么多 我都有决心等 你就没决心等了 嗯 媛媛 嗯 说说你的想法 嗯 将来怎么去挣大钱 啊 那还不容易 嗯 我先考上个好中学 嗯 然后呢进个好大学 嗯 然后呢找个好单位 嗯 然后呢再找个好对象 嗯 哎 哎 哎 嗯 剩下的事我就不多说了 他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嗯 我的钱不就是有大家的钱吗 嗯 说来说去还是靠别人啊 真的是 挣钱得靠自己 嗯 懂不懂啊